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其实应该说目前在我们国家就是取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从量上已经远远地跑到了就是世界的潜力 从一系列的技术应用也和世界总体的水平没有达到差距 而同时也有一些技术我们还比国际上还有先进和超前 对于企业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就是转型升级的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国家就是在传统领域里面 比世界一流的企业一流的汽车有一定的差距 这是因为人家发展的时间长我们发展的时间短 而在新人员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有可能是获得一个超越的 或者就是能够并且极其趋的这么一个机会 现在我们国家的电池行业它是通过了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原材料生产加工到产品的制造 到电池包的阶层 以及到回修处理的这么一个全产业链这么一个过程相对比较穷实 产品是高端的 使用的领域是高端的 如何大趋势 我们说生产文明建设要环境保护呀 比如说我们的电池是电动车辆的电池 没有摩托车了 没有拖拉机了 没有浓浓车 全部是我们的电池了 二轮车电动 电动三轮车 电动四轮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验电池 比如说我们把风和光这个电也结束起来 变成一个载水能源 我想这样子它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和意义很大 经验电池